外套茶茶園是要去跟很多移工交朋友 才知道哪裡有失聯 哪裡有沒有失聯 他們打了沒有 沒有耶 針對回鍋擔任行政院 有幾職顧問的前發言人丁一鳴 在5月中旬就接種了AZ疫苗 但他並未參與第一線的防疫工作 引發爭議 為此民眾黨立委張祈露抨擊 爛香菱更是餘帶哽咽 難掩氣憤 真的那一句話我先送給丁一鳴 就是輪到你再去打 輪到你再去打 這是昨天蔡英文總統自己的 真的說實話真的非常的差勁 我必須直接這樣講 講句公道話 高層的都是拿數據 拿新聞稿 開記者會 基層都做了鑰匙 民眾黨召開提高國家量能 見上記者會 對於媒體的提問 關於丁一鳴被列為DN類資格接種 那項林表示 最近猝死的記者 丁一時間竟然是由公讀生 以及掃地阿姨處理 另外許多基層公務人員也都冒著染疫的風險檢查 反問丁一鳴到底出了什麼力 他當時做這樣的一個去被打疫苗的時候 他心裡面在想什麼 他真的在防疫這件事情上面出過什麼力 做過什麼樣的這個功德 讓大家感念他 另一位賴香林為新聞從業人員請命 希望政府針對在第一線衝鋒陷阵跑新聞的新聞工作者 能夠優先排入施打名單中 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一名記者倒下 九層的話 參謀摸摸到 好